大家平安 平安 谢谢务长的介绍 务长 就是很认真的在介绍我这样 大家应该刚读过的圣经都忘记了 对不对 好 要开始讲到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典满满的主上帝 我们再次恳求你的圣灵了到我们的当中 求你的圣灵赐给我们平静的心 让我们在这个主日 我们能够再次重新的来调整我们自己 来到你的面前 领受你的话语 希望你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慢慢的发酵 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 让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不一样 就认识你 就愿意认识你的爱 也愿意来爱你 主我们再次将你们每一个青年 每一个在这边所有的同工 交在你的手中 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心 向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一开始就要来考试 请问一下约翰福音里面有几个神经 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经 这七个神经里面呢 第一个跟第七个神经是约翰福音里面独有的 我们的圣经里面总共有几本福音书 这个应该知道吧 四本 四本福音书里面呢 每一本的记载都有点不同 那特别不一样的 最都差不多看起来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前三本福音书 所以前三本福音书我们都叫它 共关福音就是前三本 马太 马可 路加 这三本书我们叫它 共关福音书 那约翰特别不一样 约翰怎么样特别不一样 约翰的作者在整个编写 就是约翰福音的过程 就是整个编 整个写的那个逻辑 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不太一样 如果我们用约翰福音书里面的七个神经 用这个结构去看 去看整个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几乎作者 他在放一个耶稣的神迹之后 后面就会加一段耶稣的讲道 但是呢 今天我们的经文 处在一个比较特别的位置 今天我们的经文 前面有两个连续发生的神迹 你们刚刚在读圣经的时候 有瞄到吗 今天的经文前面有两个怎样的神迹 非常有名 其他的福音书也有的神迹 随便行走 随便行走之前 五千人吃饱 只有这个地方是延续两个神迹之后 耶稣才开始讲道 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耶稣 为什么作者他会这样子编写 为什么特别在两个神迹之后才放这个讲道 这段经文在讲的是神迹吗 你们觉得 刚刚你们读过一次之后 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是 就是念过去就好 还是有稍微想一下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今天的经文一开始 他稍微介绍了一下 有一群人在这两个神迹之后 有一群人就是曾经参与在那个五千人 就是被耶稣喂饱的那五千人里面的一群人 他们要找耶稣 然后呢 二十四节 我们今天的经文从二十四节开始 他们找到耶稣之后呢 他们要找耶稣 但是他们看见耶稣跟门徒都不在 他们要就是那个五千人 就是他们耶稣喂饱他们的那个地方之后 他们就坐了船 然后到加百能去找耶稣 好 二十五节说 在海边找到了 然后他们就问耶稣说 是什么时候到这边来的 二十六节耶稣说什么 来请 文姓帮我们念一下 二十六节耶稣说什么 耶稣在二十六节很清楚说 即便是经过了那两个神迹 可是耶稣很清楚说 众人并不是因为看见那个神迹才来找我 而是因为什么 吃饱 而是因为吃饱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神迹 是因为吃饱 吃饱对我们来说 大家会为了吃饱这件事情困扰吗 吃太饱了 通常会困扰大家的是怎样 到底要吃什么 昨天我们一群人走出去要买晚餐 大家就在想说我要吃什么 我要吃什么 没有一个人在担心 我到底能不能够吃得饱 我今天到底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有没有东西可以喝 这是活在现在的我们所担心的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我们吃得饱不饱 我们担心我们要吃什么 我们担心我们吃得太饱 我们担心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减肥 我们担心我们减肥什么时候才可以成功 可是对当时新约时代的人来说 吃饱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 困扰到他们为了要吃饱 还要特地找耶稣 找不到耶稣还要搭船 没有很近哦 不是十分钟的船而已 还要特别为了吃饱这件事情搭船去找耶稣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对当时的人来说 为什么对当时的人来说吃饱这件事情这么困难 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活在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下 他们被罗马政府统治 所以呢 他们即便工作 今天我们大家理解是 只要我们认真工作 我们就会有薪水 有薪水我们就可以有东西吃 可是对他们来说呢 他们有认真工作 可是不一定有得吃 为什么 因为罗马政府在控制这一些 所谓的被殖民者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控制 用经济的方式去控制他们 那经济的方式控制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征税 所以我们记得 新入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什么 爬到树上去看耶稣的 撒该 为什么撒该那么被人家讨厌 为什么要还人家这么多钱 因为他不只替罗马政府 来收了这些人很多的钱之外 他还从这个从这个当中 用他自己的特权 又收了更多的钱 所以在这些人 在对这些就是新约时代这些以色列来说 他们工作不一定可以吃饱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钱 他们的土地不是他们自己的 他们住的地方可能也不是他们自己的 而且他们大部分工作所获得的钱 所获得的一些就是回馈都是 大部分都是必须要成为税收 然后交给罗马政府 所以对他们来说吃饱这件事情很困难 早期基督教在台湾被称为什么叫 这个应该老人看怎么会 合酱 面粉酱 为什么叫面粉酱 方三郎 方三郎 为什么叫面粉酱 因为小时候那时候经济 经济比较不好 然后我凡事来教会的人 我花了一点点带 所以每个人都很期望来教会为什么 这个为了拿面粉 为了拿面粉 而且听说还有 听说很多人以前小时候都穿 面粉带做的内裤 好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像 就是大概在四五十年 台湾是这样子的社会 那其实 幸好现在还有那个时代的人 活在我们当中 你是好黑 他更早 他更早 好 回答回答回答我们的经文 回答经文 好 当他们 当耶稣说 他们是为了 他们不是为了神迹 是为了吃饱 来找他们时候 耶稣接下来说什么 耶稣接下来说 不要不要为了避坏的食物劳力 而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 因为人子是附上帝所印证的 好这边出现一个对比 一个是 等一下一个是什么食物 避坏的食物 另外一个是什么食物 永生的食物 耶稣特别解释这个永生的食物是什么 是上帝印证 受漏金有超过2BPM 上帝印证 然后交代给耶稣 然后耶稣赐给我们了 是不是这样理解 这段经文你们看起来 那个永生的食物 祂说是人子赐给你们的吗 然后呢因为怎样 人子是附上帝所印证的 上帝将这个 他所印证的食物交给了这个 他所印证的人子 然后由这个 他所印证的人子 将这些 将这些上帝所印证的食物赐给你们 这样子理解 好 当耶稣讲完之后 大家觉得众人已经明白了吗 还没有明白 为什么 众人问耶稣一个问题 说我们该做什么工 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食物 为什么众人会问这句话 因为在他们的理解里面 做工得食物是很正常的事情 今天在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付出 我们必须要有工作 我们才可以获得跟工作 可能相当或是不相当的代价 有的人让你觉得自己工作的很辛苦 可是得到的很少 但是在他们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他们觉得 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要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才可以获得这样子的食物 好 耶稣接下来回答他们的话 很有趣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在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信上帝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上帝的功 你们有觉得这句话 挺怪怪的吗 做工是什么 做工感觉是一个具体的行动 有付出 有行动 有劳力 对不对 做工 是这样 那信呢 信是什么 感觉很像是一种状态 对不对 人家问你说 你信耶稣吗 说我信啊 那信 信是什么 感觉很像这种状态 为什么耶稣会讲 耶稣会用 当他们在问耶稣说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才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食物 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们信 就是做工 这感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可是耶稣将他们放在一起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个 史迪奇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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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一下 工作坏 好 站好 在这边一点 好 眼睛闭起来 闭好 不要偷看 转过去 好 你现在往后倒 然后我会接触你 可能 可能会 提升多少 不要给我死 不要给我死 好 眼睛闭起来 好 转到跑掉了 好 他看起来很害怕 你们有看见他的信吗 没有 没有 你们有看见他的不信吗 有 有 好 从刚刚的那个 从刚刚的那个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信怎么样 你可以从行动看出来 对不对 他刚刚要倒的时候 怎样 他没有直接往后倒 他其实是往后走 退了两步 没有倒 好 从那边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信 他其实是可以用一个具体的行为 让我们看得到 也就是说信上帝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透过具体的行为来看得到 到底是不是信上帝 好 我听小婷姐说 你们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到监视去短宣了 三年 第三年 有参加短宣的出手 好 情况 你们 为什么会愿意去那个地方 就是做短宣 为了玩吗 你们到那个地方 你们带什么东西去 除了一切的 就是 除了你们自己的行李之外 自己想要用的东西之外 你们带什么东西去给他们 你们带信 带信 太太 太太带什么去 带信 带信 瞎不会合影吗 你们一定带你们 你们 你们为什么去 因为你们的信仰 你们相信去到那个地方 你们的付出 会让他们有所成长 或是你们的付出 会跟他们一起成长 你们相信 你们花那段时间 你们不是用那段时间去玩 你们不是用那段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们花那段时间去到坚持那个地方 那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你们知道你们在那边会有所收获 甚至你们知道说 在那个当中 上帝跟你们同在 在那边一起做工 这是一种气 所带出来的具体的行为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回到圣经我们来看 在三十节 就是 当我们讲到 他们耶稣 当我们讲到 耶稣回他们的那句话 信上帝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上帝的工 好 三十节接下来 他们又问耶稣说 他们又问耶稣说 小屋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 他突然很紧张 因为他把圣经带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们又说 你行什么神迹 像我们看见 有信仪 到底是做什么呢 接下去 接下去 我们的主动在旷野吃过吗 那五千象指不说 他从天上之下 两奶给我们吃 好 谢谢 众人访问耶稣说 你行什么神迹 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听得很奇怪 耶稣明明之前才行了 让五千人吃饱的神迹 后面又行了一个 行走在水面上的神迹 可是他们现在就问耶稣说 你行什么神迹 这个地方回应了 刚刚耶稣二十六节 一开始所讲的话 耶稣说什么 你们来找我 不是为了神迹 是为了吃饱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 他们问耶稣说 你要行什么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 那因为圣经里面就写说 圣经里面就写说 圣经里面就写说 从天上怎样 他从天上赐下娘来给他们吃 这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 只想要有得吃的信仰 有奶便吃娘的信仰 他们觉得 他们的祖宗经历过的上帝 其实圣经里面有讲过上帝 会从天上赐养给他们吃 他们的祖宗就确确实实的 在旷野经历过 上帝从天上赐麻纳给他们吃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是真的上帝 那他们现在访问耶稣说 那你要是什么样的神迹 让我们吃饱 我们才相信你 是上帝所印证的那个人 好 当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之后 耶稣还是很有耐心的告诉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上帝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好这边出现了上帝的粮 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你们有想到前面的什么经文吗 我刚刚读过的 什么是上帝的粮 从天上降下来的 是不是刚刚耶稣前面在讲的那个 可以存到永生的食物 好 在耶稣讲的这句话里面有很多次 然后前面二十六节那边 也有一个次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赐这个原文就是赐的希腊文里面 除了赐之外 赐是翻译过来的吗 新约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 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 还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献上 一个是犧牲 如果我们用献上跟犧牲 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二十六节那边 耶稣说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我们如果把这个赐改成 换成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 也是这个字的意思 牺牲跟献上的时候 这句话变成什么 重新排列组合之后 变成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牺牲给你们的人子 大家的脑筋已经打结了 就是那要为了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牺牲给你们的人子 意思是说 这个人子 是上帝 牺牲给我们的 是谁 是耶稣基督 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二十六节的经文里面 那这个存到永生的食物是什么 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 三十五节 耶稣说怎样 他自己印证这句话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所以 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情 原来这个生命的粮 就是耶稣基督本身的时候 我们回去看二十六节 他说 耶稣说 你不要为了那壁坏的食物劳力 而是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要为了什么劳力 为了耶稣基督而劳力 好 对现在我们来说 台湾的社会 养出来的是怎么样在养小孩的 你们是怎么长大的 吃路边的草 摘路边花 喝云水 我们出生之后 父母会开始供养我们 会让我们去读书 然后台湾的小孩 读书压力是出名的 对不对 不只学校要读 补习班也要读 补习班读完了 回家还有家教 家教完了之后 妈妈还会定你写功课 是 感觉一天二次想说不够用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台湾人这样养小孩 因为怎样 书读得好 才有好的学校 好 有好的学校 才有 好的工作 有好的工作 才有 好的生活 有好的生活之后呢 我们当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有更好的生活之后 我们当然要追求非常好的生活 好 在整个台湾的社会环境里面 我们每个人是这样子 大部分的孩子是这样长大的 特别是 当我到一些比较偏远 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去神奇的时候 大部分的会友都是什么 都是在 工作可能是在务农 或是可能是一些 可能社会比较低阶层的一些 可能是做工的 他们大部分这些 这些父母 他们都希望他们的孩子怎样 以后不要跟我一样 以后 你们一定要重现好好的读书 以后不要跟我一样 就是在这边做工 你要读书 因为读书才会有好的工作 我不知道我们大家 现在还在读书的人 或是已经在工作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 在看待自己 就是成长的过程 今天或许我们不必像当时的 新约时代的人一样 为了吃饱这件事情烦恼 可是耶稣在这边 给我们一个挑战 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只是为了 可以吃饱这件事情 来努力 或是我们是不是可以 不要只是为了 我们要有好的工作 要有好的生活 来努力 我们的生命里面 大部分的努力 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从事看经文里面 可以去思考的 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多少的努力 有多少的劳力 有多少的劳力 是为了耶稣基地 听起来好像很严肃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对当时的人来说 或许他们的问题是吃 他们问题是吃不饱 但是三十五节 我们刚看到 当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不饿跟不可是怎样 不饿是让你吃很饱吗 没有耶 不饿是 是不饿 让你有东西吃 不饿 不可能 让你喝爱喝的吗 也不是 意思是说 到耶稣这里来的 信我的人 到我这里来的人 你不必再为了你生活上面 的所需来担忧 但是 你不需要为了那壁坏的食物 不需要为了那个人可以给你的 他们问 当前面他们跟耶稣讲说 耶稣跟他们讲说 从天上来的良 不是摩西斯给你们 对不对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从天上来的良 不是人可以给你们的 是通过上帝给你们的 那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我们有多少的时间 没有人有办法规范你 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 有多少时间要为了上帝努力 有多少时间要为了自己努力 没有人有办法规范你 这只有你 这只有 只是只有你自己跟上帝 可以去定这个规范 没有要求每个人都一定要 就是现身当传道啊 当牧师啊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规范 但是这个是你自己必须跟上帝讲好的事情 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发现 我们可以反省一件事情 从今天开始 在我们每一天过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努力为了什么 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去读书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去工作的动机是什么 这些东西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透过上帝的话语 透过你对当时的人的教导 即便已经试了两千多年 但是对近日的我们仍然有益处 对近日的我们仍然有提醒 我们在这个当中 我们发现 主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会为了追求 我们自己想要的 你知道我们会为了想要赚的 我们自己想要的 来努力 时常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 我们忘记你的存在 我们忘记这一切 其实是你适合我们的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知道 每一个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人 你都让我们不饿 你都让我们不可 你都让我们不可 不必为了生活而担忧 但是主 我们愿意常常 将你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愿意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到底我的生命里面 有多少 是在为你的劳力 有多少是在为你的付出 当我们今天决心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是不是可以跟这个社会不一样 是不是 是能够透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让别人来认识我们 透过认识我们 来认识你 认识上帝的爱 我们再一次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学业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你亲自看过我们 提醒我们 让我们不是每天盲目的过 让我们有目标 让我们有信心 让你的信仰真实地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将祷告奉主 你们的信心 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更完整 我们下期见